今天我們繼續用這張近鐵的2-day pass 昨天去完內涼 今天我們就去京都 昨天這張pass包了內涼的巴士 但待會去京都的巴士就不包了 還有我們現在去京都其實是有點兜路 剛才搭了去大和西大寺 即是昨天內涼那邊 現在轉了這輛車 再直上去京都 其實正常是半個小時 直線在大阪很快到京都 但坐近鐵就要兜一兜路 現在要用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 價錢就快一點 也沒辦法 超低B 剛才想坐車 不可以說坐錯車 剛才坐的駕駛是要價錢的 因為我坐的駕駛是特急的列車 是要滑位的 結果就有職員查票 今天就給了510日圓 這樣加上指定值的座位錢 本來不用加的 所以如果大家買這個2-day pass 記得不要坐特急列車 最多只能坐到急行 其實急行比這輛特急 其實都是萬十分鐘而已 所以我後悔了 我竟然不查清楚 唉 不過其實我也是來旅行的 所以我都會有失手的時候 現在我就是在這個經驗告訴大家 不要犯這個錯 然後 好了 現在就出回京都坐巴士 去穿和服 出來京都站 馬上找望清水寺方向的206號巴士 找到你了 好多人排隊 剛才我們就在清水道的站 下車 這間和服店就在旁邊 很近 這次穿這間叫四季和服 比較過不同的京都和服店 我最後就選了這間相對便宜點的四季櫻花 我知道很多人第一次來一本 就已經穿和服 但告訴你 我這次是第20次來日本 但今天是我第一次正式穿和服 我是經KK日預約的 但之後比較回來 發現其實不經KK日預約的價錢也差不多 所以可以去官網預約也可以 準備好收據便進去 然後再給你們看 上面不給影響 待會再給你們看 先換衣服 終於都穿好衣服 不是 終於都穿好衣服 穿好頭 為何這間店舖 在網上這麼少分享 因為裡面是不給影響 不給拍片 所以我也沒有拍片 所以我都沒有拍片 穿好出來 覺得我配得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挺好的 好過前一天在金色館 配搭 女生第一次當然要加粉紅色 漂亮不漂亮 每一步都很細步 第一次穿和服 但很開心 現在走去清水紙 上斜路 這個是K先生 你走得很有問題 但OK的 上車也沒那麼難走 上車也不是很辛苦 只是每一步很小 就更辛苦了 已經辛苦終於上到清水紙了 你看看 好多人 而且還在錄雨 但現在也不是很大 所以擔遮著 清水紙是穿和服的人士 必有的景點 所以第一次穿和服 我都不撿書 來到清水紙了 多少和服 1 2 3 4 5 6 那就六個了 這裏有7 8 9 那裏10 11 這邊又沒有 這邊沒有 對 我轉一個彎 已經有11個人穿和服 我肯定全部都不是日本人 今天天氣真是一般 本身已經有些毛毛雨 但忽然間還越落越大 這個時候我就決定站在一邊 先清晰地穿和服給大家看 第一次穿和服 懂選擇就選粉紅色 這款粉紅色的圖案 女性化得來 大點可愛 非常適合 充滿活力的我 表大方面 所以職員就推介了這款紫色的大紫荷圖案給我 嗯 效果不錯 我很喜歡 第一次穿和服的我 就選了這個 延縮頭 我覺得都設得不錯 不過是有幾條頭髮飛了出來 就是這樣 要拍攝太多東西拿的關係 所以一定選一個最大的袋 人們說女性穿和服之後 會覺得自己很漂亮 嗯 我不知道 但好像又說得很適合 快速展示K先生的裝扮給大家看 男生真的簡單很多 十分鐘搞定 但價錢是一樣的 好了 是時候進去清水寺了 當然要先買票 要400日入場費 我又見到櫻花了 想不到在4月中的時間 還有機會見到這麼多次 清水寺很多人 以為紅葉季節才這麼多人 現在櫻花都過了 都還是這麼多人 我想這個地方 一年365天都是這麼多人 車路 所以是地主神社 地主神社 地主神社是影商好去處 很漂亮 這是一個祈求姻緣的神社 地主神社這裡可以買到很多戀愛的魚手 當然也有少量的非戀愛魚手 由2017年春天起 這個清水寺的清水舞台 就會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維修工程 所以現在的你去到這裡 只會見到四周被棚架包圍 而去到2020年才會完成工程 為何我還會拍到片 重新一次 這條片其實是2016年拍的 不過其實所有東西都沒有大變化 所以大家都不太覺得 這隻腳趾很痛 因為我平時是不穿人自拖的人 所以超級不習慣 不停下斜樓 不停頂著腳趾位 超級痛 現在要休息一會 而且我懷疑這雙鞋可能是比較小 因為之後我也有試過再穿和服 那些鞋都沒有這雙不舒服 臨離開清水寺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在這裹水飲 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原來這就是陰雨瀑布 三道水柱分別代表長壽 健康和智慧 大家可以選其中一條水柱許願 然後喝泉水 太多人排的關係 我就不排賣一份了 因為肚子打鼓 我要出去吃東西 已經拍了相片 差不多兩小時了 現在已經是2點半了 是時候要吃東西了 我們就在清水寺外面的三連板 隨便進了餐廳 就點了雞湯拉麵 還有腐皮什麼飯 叫什麼湯葉當 沒試過的 我剛才喝了湯底也挺好喝的 雞湯雞肉拉麵 雞肉都很好吃 有些像公仔麵的感覺 這個湯葉當的賣相很漂亮 但味道沒有特別大的驚喜 但穿著和服可以找到餐廳 不會太逼 可以舒服地休息一下也挺好 很多人都想知道 穿著和服可以吃一口 還有去廁所 其實兩樣都可以的 雖然去廁所我沒試過 但其實都是直接拉高 至於吃東西 現在就試了給你看 坐下去第一下辛苦了 其他都沒問題 反而這個食物的量 就要少一點了 建議大家 因為這條腰是超緊的 吃得很飽就會頂住 所以剛才麵麵我都吃不完 但是我還想掃街 我這麼快就吃完東西了 說了一件很搞笑的 告訴你 剛才我餐廳裡睡了幾個 原來穿和服很適合睡覺 因為背部的腰坐得很直 就好像睡在床上一樣 就是這樣睡 我不是說真的這樣 還是因為我太累了 時間關係 我已經買了小吃了 還有魚餅 還有 還有 牛肉包 這個很香 試試試看 很軟軟 這是不是烏茶 烏茶的東西是甚麼 這是魷魚 很美味 很美味 很滑 但是我還有吃下去 還要這樣彎著下去 還要這樣彎著下去 很美味 這是煎鍋牛肉包 這個是煎鍋牛肉包 這個450日圓 這個呢 450日圓 還有 如果大家來到京都大阪這些關西地方 盡量少點說arigato 不是叫你不要說多謝 是說另一句 叫做okini 這個就是大阪關西多謝的說法 如果職員聽到就會很開心 很開心 最後一個影箱位 我們來到八重塔 還有一棵疑似櫻花的植物 夢見版裏都是穿著和服拍照的熱門位置 你看看 好 最後當然要在八重塔前 留個試日和服最后的線影 但最後發現塔太高了 拍得不太漂亮 所以最後的線影 都是反轉個人向另一邊拍 我們這間和服店 五時就要還和服 所以現在四點九 我就要回程 回去還和服 相比起其他和服店 就早點還 我知道其他店有一次七點才還 可能這就是它這麼便宜的其中一個原因 整個和服過程 總括來說真的很開心 因為你會很不知草 覺得自己很美 如果有機會 我都會想再試多次 但下次就可能想試第二間 下一集帶大家去京都找食物 推介一間我超喜歡的尖麵店給大家 記得看